丧尸爆发后一个月 我躺在物资充盈的小洋房里面 敲着腿啃苹果 手机里传来那帮人渣的声音 他们哭着叫我爸爸 求我给他们一口吃的 哈哈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别叫我爸爸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爸爸 失潮爆发的第27天 已经没有食物了 我瘫倒在宿舍里 浓重的血腥味和腐臭味 熏得我吐都吐不出来 前几天的时候 门外还时不时的能听见有人在惨叫 现在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恍惚中 我好像听见有什么东西在撞门 是丧尸吗 算了 已经无所谓了 眼前阵阵发黑 我失去了意识 再睁眼是在宿舍床上 头顶是纯白的蚊帐 空气里没有腐臭味 我一阵恍惚 这是死前产生幻觉了 对面的架子床上 摄友许霄正发出一声惊呼 不行 街那边有人打起来了 快看笑友群 我默然地拿起手机 点开微信 就看见群里有人传了个视频 视频里面两个女人正在扯着头发护丝 撕着 撕着其中一个就发了狂 一口啃在了对方脖子上 写一下喷得满地都是 啃人的那个女人一抬脸 瞳孔发白 五官猙獰 嘴里涌出大量血液 熬的一声 围观群众顿时惊叫连连 自散而逃 群里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是大房当街打小三的 有人说是公司同事抢单子 竟然已久大打出手的 还有人说是感情出了问题 受刺激当场发疯的 但我知道 他们说的都不对 这两人的状态我可太熟悉了 用不了多久 被咬的那个 就会满身是血的 从地上爬起来 张着血盆大口 扑向旁边的人群 意识到发生什么的瞬间 我死命地捏住了手机 我重生了 没有人会想到 一场普通的街头斗殴 最终会发展成一场 席卷全球的风暴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丧失病毒 会从街头持续扩散 很快地就会蔓延到 我所在的校园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从明天上午十点半开始 整个校园就会封闭 校方要求所有学生不要出门 尽快地回到寝室等待救援 我看了眼时间 上午十点半 也就是说 我重生到了末世的前一天 时间紧迫 我疼了一下 从架子床上窜了下来 动作之迅速 吓得对面的许潇一击灵 咋了 蹦得跟个窜天猴似的 末世要来了 丧失潮马上就会爆发 咱们得赶紧准备 许潇是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重生一事 我必须带着他 此时 他正皱眉看我 一脸大秘密 吃了溜溜眉的表情 你没事吧 做噩梦了 我意识到 这事过于离奇 是个人都不会轻易地相信 于是冲他招招手 让他掀下来 好巧不巧的 刚下来他手机就响了 我看都没看他手机 直接说 接吧 是你前男友打来的 在许潇疑惑的眼光中 我将目光移向 他隔壁空着的床铺 那张床属于 我们的另外一位室友 周燕 许潇有个男朋友 叫陈向哲 是个富二代 周燕早就看上了他 一直在背后 偷偷地挖许潇的墙角 直到昨天 周燕终于成功了 和陈向哲出去 鬼混的一个晚上 都没有回来 要不是因为上辈子的经历 我也不会知道 他俩这些破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 时潮爆发的时候 陈向哲为了护着那个贱人 将许潇一把 推进了丧失群中 旁边许潇游游游游地 接起电话 大概率是在思考 我刚才说的前男友三个字 是什么意思 我点头示意他 就是那么个意思 请自行体会 电话接通以后 可能是渣男开场的态度还不错 让许潇放松地警惕 他一边接电话 还一边笑嘻嘻地 在我身上捶了两下 就知道你在开玩笑 吓唬我是吧 我们两个好着呢 但随后他就不笑了 并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向我 半上他狠狠地挂了电话 靠 真被你说中了 这狗男要跟我分手 我也有点窘迫 毕竟刚才那波预告 搞得好像小三就是我 这锅我肯定不能背呀 于是我将这对 渣男贱女的事和盘托出 包括在末世里 推许潇进丧失群的事 全都告诉了他 许潇一听 顿时火冒三丈 立刻就同意配合我的行动 你就说该怎么做吧 可不能让这对狗男女得逞 我寻思着 看他这状态 也未必就是相信我说的 但不论末日是否真的会来 许潇此时肯定是盼着他真来 这样他就能亲眼看到 那对狗男女遭暴领了 在愤怒面前 逻辑什么的就已经不重要了 要躲避失朝 首先得找个合适的地方 宿舍是不行了 我上辈子就是死在宿舍里 末世下人群集中的地方 可没什么好事 很快的我就选好了 另一个合适的地方 是校外的一处废弃别墅区 记得当年我刚上大一的时候 学校计划聘请一批 国外的高级教授过来授课 有当时的一位土豪学生家长赞助 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地方 建了三栋连排的小洋楼 原本是计划给那些外国人住的 结果后面计划搁浅 这三栋小洋楼就慌了 最后一栋更是直接烂尾 但我知道 在末世 这种地方才具备天然的地理优势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 即便是那位别墅 它也还是个别墅 附近一般压一副六 总得一个月也得六七千块 我盘算了一下 我的银行卡里还有两万多 如果跟中介磨一磨 压一副三也有可能 反正末世一来 也不会有人上门跟你收房租 但如果这样的话 囤物资的钱就不够了 我思考了片刻 要不然 我去借某光不出溜带 你等等 许潇不懈的目光往我身前一扫 就你这一码平穿的小身板 怕不是软件会自动的 把你识别成了男人 这种贷款我可知道的 现在都不带男人了 因为怕收不回来 一瞬间 我拳头都捏紧了 是人佛 居然拿这种东西来嘲讽我 紧接着又听见他说 算了算了 我卡里还有五万多 应该够用 我一下心花怒放 当场就原谅了他 在金钱面前 愤怒什么的就更不重要了 出了校门 我们去找了那片烂尾别墅的中介 这片房子的房屋质量还是不错的 盖的时候用的都是好材料 只不过后面空的久了 看起来有点破旧 一楼被一些公司盘下来做仓库了 中介一边领我们 往里走一边介绍 我看了看周边状况 确实慌得的厉害 就是毛皮房 有的里面连墙漆都没刷 有没有将就着能住人的 有啊 去年里面那一栋 有一层租出去了 是个顶楼小富士 那小孩本来是打算 开摄影工作室的 房子都装好了 结果做一年没有做下去 今年年初退的租 中介把我们领到地点 掏出钥匙开了门 门一开 我整个人瞳孔地震 房间里的装饰 富丽堂皇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 中间的大客厅 是奢华欧洲宫廷风 坐在沙发上的感觉 宛若沙皇在家面 我不死心地去看其他几个房间 结果剩下的几个房间 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分别是清新纯玉地中海风 暗黑锁链金玉风 可爱俏皮 气球海和三生三世十里古风 啊 这 风格这么多变 一定很贵吧 我脚底打滑 打算退避三社 怎么会 中介一把将我好住 别看这风格奇葩 但是水电齐全 家具配套 拎包入住 房租便宜 压抑付二每个月只要五千了位 四千五 我皱着眉 表情纠结得仿佛便利 成交 光速地签完合同 许销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放轻松 想睡哪个风 可以让你先挑 搞定了住的地方以后 我们又直奔租车行 在末日生存 有一辆合适的交通工具 实在是太重要了 况且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囤积物资 车子地不可少 我挑一辆性能好空间大 但外表却朴实无华的 起初老板 听我们说只租一天 还有点不太愿意 闲租的时间短 费用硬试网上加了两百 我二话没说 果断地掏了 因为我知道 一天之后 这家租车行将不复存在 这一租 就是一辈子 中午十二点半 距离失潮爆发 还有二十二个小时 我和许销狂奔回宿舍拿衣服 一推门 发现门没锁 宿舍里多了个人 是周燕 我真怕他沉不住气 一旦情绪失控潮起来 被周燕看出什么端倪 那可是在给我们后面的行动买累 同寝室的这几年 我可太知道周燕是个什么人了 自私自利 无所不用其极 在默示里 妥妥地是那种为了自己活命 推别人出去送死的人 上辈子他也是这么干的 这种人我可不敢带 所幸许销什么也没说 黑着脸直接拖出行李箱 就开始收拾衣服 周燕坐在椅子上 用眼角携了我们一下 怎么了 突然开始收拾东西 我突然明白过来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上辈子的时候 陈向哲跟许销说完 分手后他俩还吵了一架 这期间周燕接过电话 对着许销好一通冷嘲热讽 但这次不一样 因为我的提前预警 对面提出分手之后 许销很快地就挂了电话 根本没有让周燕发挥的机会 心里憋着一骨子 想要炫耀的劲没撒出来 可不得赶忙跑回来 看许销痛哭流涕的好戏 很可惜 他失策了 我俩谁都没提这茬 光顾着收拾东西 周燕有点急了 问你们呢 收拾东西干什么 他八成是以为 自己挖墙脚的事情 被我们知道了 要办宿舍 跟他划清界限 我飞快地看了许销一眼 敷衍道 哦 许销号召把不穿的 就衣服捐给山区贫困儿童 我们打算捐一点 你俩可真够好心的哈 周燕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 快速地收拾好日常用品和衣物 临走的时候 我特意把收拾出来的 一大包零食放在了桌子上 给他营造一种 我们还会回来的错觉 出来以后 许销问我 为什么没有把那包吃的带走 食物我们可以再买 想买多少买多少 但是今天被他看到 我们收拾东西 如果拿得太干净 很容易令人多想 万一被他推测出 我们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而找好了地方躲避 那就糟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 他又找不到我们 他是不能怎么样 但万一他告诉别人呢 周燕想不到 可不代表其他人想不到 末世之下 如果有人知道我们 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安乐窝 那恐怕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我们给翻出来 许销稍微地想了想 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心有余悸地点点头 你说的对 把行李箱往车上一甩 我俩开着车 直奔食品批发市场 素食食品是优先选项 方便面 自热火锅 素食米饭这类 又能放又顶饱的 自然不用说 每样都囤了十几箱 市场里还有那种 卖面点的店铺 什么大猎疤法棍 新疆囊之类的 我直接扯了两个 超大的塑料袋 一口气装了180个 特别是大猎疤和法棍 这两样东西 不仅能拿来吃 关键时刻 还能当武器 去捶丧尸的头 买零食的时候 我特意让店员 给我推荐那种防腐剂多的 越多越好 吃不死人就行 店员皱着眉仇我半天 在我俩跟他反复地解释 我们绝对不是钓鱼制法之后 他默默地 给我们指了几样 我俩二话不说 冲过去就是一顿横扫饥饿 结账的时候 许销一瞅 那些东西的配料表都惊了 这海量的防腐剂 别说是人了 吃的多了 就算你变成丧尸 那烂的都比其他丧尸慢 我对了他胳膊一 你能少想点 变成丧尸以后的事情吗 都成丧尸了 烂的快慢有什么关系 还能比个没咋的 扫了一圈货 临走的时候 许销甚至还拎了两盒月饼 我说你抢月饼搞啥子 他说这不马上快到中秋节了 搞两盒月饼增加一点仪式感 我顿时觉得 带上许销 许销是我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 这人属实活明白了 要换到行尸走肉里 怎么也能活到第八季 格伦没了他都在 买了一大堆的副食品 车里的空间还剩下四分之一 我和许销把位置挪了挪 后面的座位又空出来一块 琢磨了一下 还是得买点肉蛋 蔬菜和水果 素食品真的太没营养了 连着几个月吃下来 身体受不了 万一救援部队来的时候一看 哦呦 这俩骨兽灵巡 面黄鸡兽 走路还只打晃的 不是丧尸是什么 当场击毙 那不是白狗了 批发市场隔壁就是菜市场 于是我们又在菜市场 买一堆肉啊 鸡蛋土豆什么的 光苹果就搬了五香 这东西也能放 在冰箱里三个月都不带坏的 能补充维生素 买完这一堆东西 许销的那五万块就见了底 想了下等会儿 我们还要买冰柜 至少得三个 还有门窗需要加固 这些都需要钱 还是不小的一笔 怎么办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许销拍拍我的肩膀 没关系 我这儿还有钱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我惊了 莫非他才是隐形的富二代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有目不变千金 哎 之前陈向哲给我绑了一张卡 额度还挺高的 我因为要面子一直没用过 估计他都忘了 现在 许销露出一个腹黑至极的微笑 看着跟复仇者联盟似的 直接刷爆他压的 下午三点半 我俩跑遍了附近的家电大卖场 结果统一回复 就爆发了呀 万一他们来晚一点 那这事不是直接哥哥 所以我俩和解了一下 直接买二手 用导航搜了一下 最近的二手家具家电市场 赶紧开车过去 路上许销问我出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联系父母 我告诉他 一周前我父母就跟着团队 一块去南非做文化交流去了 这一天的时间 我飞不过去 他们也赶不回来 时间上太勉强 还有就是 我们这边是失潮爆发的核心区 实在没必要喊他们回来 遭这份罪 留在外面挺好的 而且根据我上辈子的经验 病毒蔓延过去之后 他们很快的 就被接近了当地的安全区 至少上一世在我死之前 他们都很安全 这种情况下 我又何必多生事端 你呢 我问他 不通知你爸 我通知他做什么 他跟我妈十几年前就离婚了 我妈去世那年 他找了个小他 二十多岁的女的结婚 俩人跑到本子国去度密约 连我妈葬礼都没参加 许销翻了个白眼 我才懒得管呢 随他去死 行吧 我心想 这样也挺好的 免得还得跟家长 苦口婆心的解释 这事是真的 而不是我们丧事片 看多了发一整 到了二手市场一看 这里面的东西 还真是物美价廉 价格便宜至少一半 还全都是现货 付完前一个小时之内 老板就给你安排人上门安装 因为担心太便宜了 质量出问题 我还专门问了下 老板这些东西的保修期 老板坐着牙告诉我说 三个月之内坏了 随时电话 他上门修 我寻思三个月可以了 一般敢保修三个月的 要坏 问题不大 零零散散地买了一些 家用小电器 临走的时候 许霄还硬薅了老板 一个旧的小型发电机 老板苦着脸说 这样不行的 我要亏本的 他说你别骗人了 看这上面灰厚的 两年都没卖出去了吧 我这是在帮你消耗无效库存 懂 不愧是薅羊毛的高手 手法无论何时 何地都这么自信 第一 付款成功 一瞬间 我仿佛听见了老板心碎的声音 不对 是两声 还有一声是收到 刷卡短信的院种钱 男友发出来的 付完款 给老板留下送货地址 我们开着车先行 返回别墅 因为外面一排小楼 被好多公司盘下来做了仓库 来回运货的车辆很多 所以我们并没有引起 其他人的注意 我和许霄往返了好多趟 终于把所有的物资 都搬到了房子里面 稍微的估算了一下时间 在二手市场的安装工人来之前 我们又把明显的能看出来 是食品的物资 全都挪到了一间 只有小窗户的阁楼 城乡的那些 全都堆到一起 看房子装得还挺漂亮的 这多占地方 师傅 这房子不是我俩租的 是学校租的 实验室好多成果 需要低温保存后期申报专利 学校地方又不够了 所以才找到这儿 过了一会儿 加工门窗的工人也来了 对他们也是一样的说辞 问就是放实验品的地方 因为成果宝贵 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 这都是我提前想好的托词 所谓的实验成果 对学校来说很重要 但在普通人眼里 却是吃不得 喝不得 不值钱的东西 期间周燕给我发了个消息 问我们晚上回去不 我回了个不 工人安装的时候 我让许萧看着 自己又跑出去 在附近的小超市 和药店扫了点货 回来的时候 发现街边绿化袋里 有几个晃动的黑影 那姿势和动静 一看就不对劲 哪个正常人会大半夜的 拱着腰 扭着脖子猫在绿化袋里 嘴里还一直喝喝的 像是肺管子被捅穿了一样 那分明是狮化的仙兆 我也是不敢在外面乱晃了 赶紧撒腿跑了回去 回去的时候 二手市场的师傅已经走了 加固门窗的师傅正在收尾 我又给他们发了 每人两百的红包 还嘱咐了一句 最近附近不安全 有商人事件 你们也别在外面逗留了 赶紧回家吧 等工人全部走后 我和许萧又稍微地 整理了一下物资 该放进冰柜的放进冰柜 等收拾完一看表 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这一天给我们泪够呛 体力和精力都已经到了极限 电好闹钟 我俩就昏睡在了 客厅的沙发上 早上八点 我俩就醒了 又收拾了一个多小时 抽空一看校友群里面乱糟糟的 昨晚校内又发生了 几起恶性伤人事件 连警察都来了 我和许萧对视一眼 开始了 距离市场爆发 还有半个小时 整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把遮光窗帘全都拉上 就掀了个脚 用望远镜偷看外面 就在我全身灌注钉梢的时候 突然 旁边的许萧猛的浑身一哆嗦 怎么了 我急紧地朝小区门口方向看去 那里动静全无 有声音 门口 有声音 许萧嗓子都僵了 我竖起耳朵 果然听到了一声动静 有人在开我们的门 这下我也紧张了 万幸外面那道门的密码 已经被我们换了 昨天装门的工人一来 我就让他们看看 能不能直接把那道具 结实的门装在里层 外面的门不动 这样 即便外面那道门被攻破 里面还有一道门 可以用来防御 突然 我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惨叫 是从学校那边传过来的 举起望远镜一看 果然看到教学楼那边同学们 正在争先恐后地往外跑 谁也不知道 那些追着人啃的怪物 是从哪冒出来的 落在队伍尾端的同学 被那些满身血迹的同学扑倒 一口下去 活生生地撕下一大块血肉 爱好震天 如此凶残的景象 即便早有心理准备 我还是听见旁边的 许萧喉咙管理 涌起了一声甘露 更糟糕的是 有些同学慌不择路 没有挤进宿舍区 等反应过来了 就开始往校门口跑 看着速度 估计用不了十分钟 失朝就会波及我所在的小区 此刻 门外的人还再坚持不屑 一直在滴滴滴的是我们的密码 这声音弄得我又慌又心烦 我去看看 放下望远镜 我拎了一把踢鼓刀 就去了门口 许萧差点吓死 丧尸固然恐怖 但我这二话不说 就要拎刀砍人的架势 似乎比起丧尸 也没好到哪里去啊 放心 我有树 你去旁边待着 许萧脑袋一缩 乖巧的原地作化成一只鞍唇 我放轻了脚步 仔细地听了下门口的动静 然后隔着电子猫眼向外看去 咔哒一声 门开了 门打开的瞬间 我一把僵人给薅了进来 刀尖直接抵到了喉咙口 想活命就别动 被抓进来的人挣扎了两下 然后脑瓜子转了个弯 跟我的视线对上了 许志乔 你怎么在这里 没错 来的这人我认识 之前学生会活动的时候见过 是生物技术系的 名叫季江 是个男的 也是上辈子的老熟人 有没有被咬 我又问 咬 什么咬 没有啊 对方有些疑惑 我警惕地看着季江 思考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这里 季江也警惕地看着我 估计也是在思考 为什么平常看着斯文内向的女同学 啥时候干上杀人越货的买卖 我俩一前一后 四目相对 我拿着刀 他曲着腿 这个场面 其实挺难形容的 好在许萧的一声惊呼 打断了这古怪的氛围 他说 别搞了 小区门口有动静 来不及纠正他用词的准确性 我拽着季江 三个人一块趴到了窗户边上 这个角度正好能看到小区大门 不用望远镜 起先是一个姿势古怪的人 跌跌撞撞地跑到门口 保安看到他身上有血迹 就上去拦了一下 结果那人二话不说 就把保安扑倒在地 那一嗓子惨叫还没喊出口 很快的 后面就跟来了第二个 第三个 几个人骑在保安身上疯狂地撕咬 场面不知道有多吓人 我瞥了一眼即将 他蹲在那也不动了 脸色发白 浑身僵硬 像是另一只速冻安唇二 不过是十几秒的时间 保安大叔就不动了 又过了大带两分钟 被咬得血肉模糊的保安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跟着大部队一起扑向了 那些搬箱子的工人 疯了 全部都疯了 隔着一栋楼视角受限 我们也没办法看到下方的景象 只知道外面惨叫哀嚎不断 有些人被咬了之后 试图往小区外面跑 结果被狂奔而来的丧尸大军 堵了个正正 小区门口全是散落一地的纸箱 小货车半开着 车门打着双闪 歪起扭巴地停在门口 司机师傅摊在驾驶座上不住地抽搐 车门上呼得全是血 这场骚乱持续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后面惨叫声渐渐地小了 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 我们知道 一楼之隔的地方 必然伤亡惨重 不一会儿 楼下侧前方转角处 就出现了几个晃晃悠悠的身影 我一手拉下了窗帘 把两只洞鞍唇拎回沙发上 即将受到的刺激不小 缓了半天才恢复 回过神来第一句话 外面那些是丧尸 很好 不用我费劲地跟他解释了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收留即将 原因很简单 人都进来了 总能再把他扔出去送死吧 况且即将他并不是坏人 上辈子被困在宿舍的经历 让我看到了太多的惨剧 在末日里 恐怖的除了丧尸 还有人 我记得当时有一伙人 是一帮男生 体育系的 围首的脸上有一道疤 末世后期物资紧缺 他们跑到女生宿舍 大肆地搜刮不说 一伙人还侵犯了一个女生 最后为了销毁罪证 他们把那个女生 从楼上直接推了下去 毁尸灭迹 而在当时 即将是唯一一个 敢站出来 帮那个女生说话的人 就凭这一点 换个地方 我们就不会碰上这些人渣 我和许潇两个女生 一旦被坏人盯上 就是万劫不复 即将是我们的同学 以前学生会活动的时候 就打过交道 人品可信 是可以信赖的同伴 目前这种情况下 多一个男的 就多一分威慑 听我说完 信任即将的原因 许潇的眼眶都红了 女性天然共情女性 他们这是在杀人 犯法的呀 他们不怕的吗 我摇摇头 当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 法律的底线 就会被彻底的击穿 况且 说什么呢 有些话还是要提前 说清楚比较好 我和许潇坐在客厅沙发上 对面坐着即将 几个人表情严肃得的 仿佛三方会谈 你也看见了 我们这里的物资只有这些 供我们三个人 都是有点勉强的程度 其他的人 我们是真的帮不了 你们说的我明白 即将点点头 放心吧 若是电影我也看过一些 我不是那种 拖自己人后腿的猪队友 我也没有圣母病 你们好心的救我 我就只保证我们三个的安全 听到他这么说 我和许潇就放心了 后来我才知道 即将同学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他是在县城的工业院长大的 大了以后自己折腾了点生意 才赚到钱 一路念到大学 这个房子之前就是他租的 碰到疫情 七摄影工作室没开下去 当时好多装饰 大家没处理 就搁这了 结果 昨天中介打电话 跟他说这里租出去了 让他赶紧把多余的东西搬走 我想着 这些家具装饰 可能还值点钱 就想过来收拾一下卖就货算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这么快就搬进来了 这个解释听起来还算合理 毕竟我们租这里也是临时起义 他早不来晚不来 卡着失潮爆发前后几分钟的点来 就算是重生 也做不到这么精准的程度 估计这家伙 就是单纯的撞大运撞上了 这么一想就更要收留他了 毕竟人的运气 也是漠视生存实力中 很重要的一种 唯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这么快就接受了丧尸这件事 这小子的接受能力也太强了吧 后来我又一想 这房子诡异的装修风格 也是多少都沾点中二病 他们连奥特纳和光都能相信 需去丧尸又算什么 根据上辈子的经验 失潮爆发以后 并没有出现大面积停水和停电的状况 现代科技高速发展 就算水厂和电厂彻底的沦陷 但只要管道和电路完好 就可以依靠程序正常运行 比较麻烦的失望 我记得失潮爆发20多天的时候 由于附近的基站被破坏 学校这一天的信号都断了 随便吃了点东西垫肚子 打开微信就看到同学们 在班级群里哭爹喊娘 辅导员正在统计幸存同学的情况 当然 如果辅导员不幸没了 那就暂时由班长顶上 最初的惊恐过后 大家都猫在寝室里不敢说话 有一些滞留在教室的同学更惨 寝室里好歹能有点水喝吃的 教室里是真的什么都没用 一穷二白的 而且教室人多 你也不知道旁边的同学 到底有没有被咬 还得防着他们突然抱起伤人 学校也只是说 让大家待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乱跑 原地等待救援 看着群里的同学又慌又急 我完全不敢说话 我明白那种绝望 突然我又想起一件事 问季将 你刚才是坐电梯上来的 昨天晚上 我特意楼上楼下跑了几趟 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这一栋除了顶楼 其他的楼层都没人住 一楼入口处 就有一道门禁 得刷卡才能进来 我之前留了一张门禁卡 毕竟房子里东西还没处理完 不过你们放心 我进来的时候有随手关门 感觉还是有点不得劲 既然季将能留门禁卡 那其他人也可以 毕竟你也搞不清楚 这些房子之前租给过哪些人 要不然 我现在下去把下面的大门给锁上 这样谁都上不来 即将站起身 找了个锁就要下楼 我想了想把它按住了 还是算了 现在这种情况 别的楼洞都没有锁大门 我们一锁反而显眼 而且我看楼下 已经有丧尸在晃悠了 你一露面 他们隔着铁门能看到你 到时候全聚到我们楼洞门口 也很麻烦 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 找了几根铁条 把电梯外面的那层轿箱门 给焊死了 本来想说找个东西 把电梯门挡住 让他下不去就行 但电梯门常开会报警 警报声引来丧尸 也挺危险的 楼道里的防火门 已经全部锁上了 除非侵入者 一层一层的步行上来摸牌 否则发现 我们的可能性不大 弄完电梯门的事情 回到屋内 我就听见手机在响 原来是周燕发起了视频通话 我们宿舍有一个小群 我和许潇对视一眼 任由他响了一会儿没接 很快的 周燕就给我们发一连串的消息 你俩在哪呢 学校出事了 好多怪物乱咬人 你们还活着吗 一条接一条的消息 飞速地发了过来 我和许潇 谁也没回复他 说白了 我们不敢 我们并不信任周燕 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 并且还存有大量物资 肯定会惹来麻烦 就在这种焦虑的情绪里 大家度过了整个下午 网上的信息跟炸锅一样 丧尸咬人的视频 被到处传播 病毒扩散得很快 等到了傍晚 整个城市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 晚上我们吃的是泡面 这种情况下 谁也没心情做饭 稍微地兑水一下得了 八点半 我催催取消去睡觉 现在网上各种信息流 就跟山红爆发一样 而且全部都是负面的 看久了 只会越看越绝望 心理状态容易出问题 要适当地放下手机 我们三个订好轮流值班 但总不能三个人都睡客厅 也是决定把房间分一下 暗黑锁链房 是第一个被集体排斥的 毕竟白天刚亲眼看见丧尸肯人 晚上又睡在这种暗黑锋的房间里 是真的不行 会做噩梦 所以就剩下了地中海 气球海和十里古风 我和许潇也不想选可爱俏皮气球海 主要是怕睡一半 这一屋子的球炸了 影响睡眠 而即将作为男同志 也是这片气球海的缔造者 此时只能发扬高风亮节的海王精神 欣然地接受了这片海域 失潮爆发第二天 有人在校友群里问哪能弄到水喝 即将在征求过我们的统一以后 用自己的号在区里回复了一句 自来水就可以喝 烧开就行 结果立刻就有人反驳他 确定可以喝 万一有病毒怎么办 丧尸骗我看过 好多水人都是被污染的 喝了肯定出问题 啊 我刚喝了 没事啊 你拿什么保证 搞不好水里的病毒发作慢呢 忍忍吧 忍忍又死不了 救援马上就来了 话说到这份 即将也只能点到为止 信不信随他们了 等到了第三天 事态就开始有点严重了 一些人开始饿肚子 而救援也迟迟没有要来的迹象 有些人有囤粮 寝室阳台离得近 还可以互相救济一下 有那倒霉的 两边宿舍都已经被丧尸占了 外面走廊又有丧尸不敢出去 那些怪物喉咙里的低吼 隔着门板都能听见 谁都不敢大小声 就怕有点动静引来丧尸 早上我盯烧的时候 看到宿舍三楼有个女生 左右宿舍都被丧尸给攻陷了 她可能是饿得急了 就站在阳台喊楼上 问能不能给她人点吃的 结果声音太大 引来丧尸 几只丧尸轮番地撞门 没一会儿门就破了 女生喊到一半就惨叫着 被几只丧尸拖进屋里 等在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 半张脸都没了 我哆了一口气 放下望远镜 这下彻底地没人敢说话了 失潮爆发第五天 情况更加恶劣 大家好像意识到 就原意是半会儿 根本来不了 手头有点存粮的 也不敢轻易地给人了 对外都是谨慎地说自己也没有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宿舍楼下那家小卖部的老板 突然在群里冒了头 失潮刚爆发的时候 我扫到过他们两眼 经营小卖部的是一男一女两口子 第一波逃命的人潮 跑进宿舍楼以后 他们凭借着出色的反应能力 和拔群的风险意识 在干死了两只丧尸以后 及时地关闭了小卖部的门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这对夫妻现在是整栋楼物资 储备最丰富的的人 男老板先是把对物资 有需求的同学拉个群 然后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有人要吃的吗 我这里可以买 注意他说的是买 而不是我这里有 而买是有价格的 特别是这种时候 说是坐地起价也不为过 矿泉水21瓶 方便面51桶 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单价也翻了十倍不止 微信群里怨声载道 老板你这不地道啊 哪有这么贵的 过几天救援就来了 那你等着吗 反正饿几天也饿不死 你怎么能这样 等事情完了 当心我去学校投诉你 结果人家根本不处 你去尽管去 也有人问我买了怎么送 现在楼道里到处都是丧尸 就算有吃的 也没人敢出去拿 消费满200 靠我这一溜的 自己寄床单甩下来 我把东西给你绑上去 四五六层远一点的 满800送一次 等晚上的我爬窗户上去 这赚的就是博命的钱了 超市男老板长得人高马大 以前在工地上干过 一身的蛮力 扒着建筑外墙爬个五六楼 不是难事 学生里有钱人不少 立刻就有人给老板发红包 我看着满屏的红包不敢说话 因为我知道 这些东西 以后只会更贵 失潮爆发第十天 空气里已经明显的有了浮臭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潇和即将的情绪 已经趋于稳定 特别是许潇 之前他值班的时候 也就敢拿望远镜看的大概 现在他已经敢拉近距离 去看丧尸的脸了 唯一让他不太舒服的是 这几个望远镜 都是他之前追星的时候 为了看演唱会买的 以前出现在镜头里的 都是英俊帅气的哥哥 而现在出现在里面的 都是面目可憎的丧尸 咱就是说 这落差数是有点大了 我安慰他说 现在那他房都很快的 一旦他房 都是一样的面目可憎 差距不大 他白了我一眼 说 你倒是挺会安慰人的后 安慰得很好 下次不要安慰了 我 眼看中秋将至 许潇临的那两盒月饼 也派上用场 夜晚 我捏着月饼 一手拿着望远镜 继续观测校园内的动态 时不时的还拿起笔 在本子上进行记录 月色皎洁 可是这明亮的月光 却不知道怎么了 被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血色 还好有甜丝丝的月饼 能让人在压抑的氛围里 稍微的喘口气 合上笔记本 我转过头 却看见即将靠坐在沙发上 仰着脖子闭着眼 一脸金进人亡的感觉 可 是精力的精 老实说 即将同志真是个好同志 这段时间 他主动的承担了 大部分的职业任务 让我和许潇 有充分的时间休息 要不是他 我和许潇估计头发不薄 发际线得推到后脑勺 而秃头会令人困扰一生 特别是女同志 我走过去一看 那俩大黑眼圈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被谁给打了 熬的眼窝都伸碎了几分 怀着感恩的心 我掰了根黄瓜 切成片 给即将同学胡脸上了 末时生存物资有限 皮肤管理只能就地取材 许潇盘点完物资 从阁楼下来 正好看见即将 晃晃悠悠的 从沙发上起来 敷着面膜 就扑进了他的可爱气球海 他悄悄地问我 这人什么毛病 憋太久 心里变态了 还用黄瓜敷面膜 怎么看起来娘里娘气的 我说 娘里娘气怎么了 我们同意无言下 他要是个壮汉 你不得害怕呀 现在这不正好 girls help girls 第15天的早上 许潇突然特激动地喊我过去 我说 怎么了 救援来了 不是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宿舍门口 安了个摄像头吗 我当然记得 当然那一年 我们寝室也不知道怎么了 接二连三地丢东西 后来我们合计了一下 在门口装了个摄像头 摄像头 摄像头安在靠近门口的斜上方 只能看见门板那一块 主要用来监控看 有没有陌生人进出寝室 其他地方看不到 许潇放大了手机上的画面 指着其中一个小角落 那里放了一个椅子 以背上搭着的衣服露出一角 我左看右看 这件风衣都像是陈向哲的 许潇气愤地说 陈向哲 他那个怨重前男友 我皱了皱眉 你的意思是 我们没回去的那天晚上 周燕把陈向哲带宿舍去了 肯定是 真是一对狗男女 还把衣服放我凳子上 呸 真够脏的慌 许潇终归是没忍住 在手机上滑动的时候 把摄像头往他座位的那边 移动了一点 就是这一下 引起了周燕的注意 消息马上过来了 徐之桥 许潇 你们还活着对吧 你们到底在哪呢 说话 我怕许潇气上头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 就在小群里回了一句 寝室里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这么做是为了岔开话题 我可没傻到 真的告诉他 我们在哪 那点东西怎么够 早就吃完了 你们那边怎么样 安全不 能不能带我们过去 许潇一看 这回复都气笑了 还带他们过来 当自己是谁啊 要不要脸了 正生气呢 即将喊我们过去吃早饭 我们就把手机一放 没管他们了 即将同学做的饭 可真好吃啊 真香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这个宝藏男孩呢 许潇一边呼拉碗里的粥 一边嘀咕 你们说 这些丧尸到底能存活多久 他们总不能是 永远不死的吧 要是这样 人类岂不是完蛋了 我磕了个鸡蛋 应该不会 从科学的原理出发 病毒终究是病毒 只要是以人类为载体 就不可能永远不死 问题是要搞清楚 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来的 弄清楚来源 才能有针对性的研究出疫苗 正说呢 即将递了一包榨菜过来 先吃饭 粥都凉了 等吃完饭 一看手机 周燕和陈向哲还在群里跳脚 一会儿说我们自私不管他们了 一会儿又装可怜说 没有吃的只能去死 不管他们怎么说 只是不愿意带他们 最后陈向哲装不下去了 直接发语音过来骂人 你们两个臭婊子 信用卡刷了老子十几万 现在想甩手不管了是吧 许霄听完以后呵呵一笑 直接拉黑退群 失潮爆发的第十九天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我突然听见宿舍楼那边 好像乱了一下 但夜晚光线不佳 我也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看见几个黑影 在往女生宿舍楼跑 等早上再爬起来一看 超市老板两口子 已经被抛尸在门口 窗户外面的安全护栏 原本有一根是松洞的 之前男老板就是 从那里夜晚进出送货 现在旁边几根也被暴力剪断 玻璃也碎了 露出一个大洞 我这才反应过来 好像是有几天没在群里 看见男老板卖货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他们前期 为了敛财储备不足 把货卖空了 要么就是他们看情况不对 决定留下物资给自己保命 目前看来 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到了这个阶段 校园里会出现一伙亡命图 这帮人为了自己活命 什么都干得出来 存有大量物资的小超市 自然就成了他们 第一个下手的目标 与此同时 周燕越来越频繁地 在小群里给我发消息 许霄虽然气得退了群 但我可没退 对于这对渣男贱女的下场 我着实还挺好奇的 但渐渐地 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 首先是周燕不在监控镜头里出现了 只有陈向哲 时不时地过来晃一下 露个脸 但他露脸时的表情 怎么说呢 很奇怪 像是在害怕着什么 那天周燕又在群里 说些有的没的 还是老三样 问我们在哪 安全不安全 有没有吃的 我突然灵机一动 用手遮住了手机的摄像头 然后给他弹了个视频过去 果不其然 视频很快地被挂断了 心里的猜想被印证 我直接发了个消息过去 问你不是周燕吧 他人呢 过了好一会儿 监控镜头晃了一下 画面里出现一个男人 他的脸上 有很明显的一道八 带八男冲着摄像头笑了笑 然后把陈向哲 像死狗一样地拖了过来 对着他的脸框框 就是两拳 透过画面 我都能听见陈向哲的惨叫 看来小超市里的物资 并没有满足这伙人的需求 他们终于还是 向宿舍楼里的 其他同学下手了 而周燕 估计也是凶多吉少 连续几天 他们都在对着陈向哲 拳打脚踢 陈向哲铺在摄像头 底下挨球 哭点喊娘的 我求求你们了 你们到底是在哪儿啊 他们真的要打死我了 你们早就知道 会出事了对吧 还提前做了准备 买了那么多东西 用了老子的钱 想吃毒食啊 我要是死了 就是你们两个害的 看这情况 我估过陈向哲 应该是把我们在 失潮爆发前 刷了他一大笔钱的是说了 那帮人现在肯定觉得 我们这里很安全 并且还有物资 然而我却明白 他们不停地 殴打陈向哲 却不杀他 就是因为知道 许潇是他前女友 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许潇心软 然后告诉他我们的位置 上辈子这帮人渣 就在女生宿舍楼里 作恶多端 残害了不少女同学 可不能让他们 再继续待下去了 这帮人留不得 我和许潇 还有即将商量了一下 然后告诉了他们地址 对方也很谨慎 带巴南问我 你该不是骗我们的吧 现在外面这么危险 到处都是丧尸 万一你报一个假地址 给我们怎么办 我直接告诉他 当时我选地方的时候 画了一张图 应该还在宿舍 不信你们可以去翻 果不其然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在废纸楼里 找到了那张 我扔掉的草图 有了图做佐证 带巴南在镜头里 对着我黑黑一笑 看来你没有说谎 是啊 毕竟谁也没长前后颜 我也不可能预料到 他们这帮人会来寝室 准备一下吧 我们很快地就会见面了 带巴南笑嘻嘻地说 然后画面就黑了 这天晚上 我们三个人全都没睡 紧张地趴在窗口 盯着外面的动静 等到了十一二点 我看见一群人 大概有五六个 趁着夜色 从女生宿舍楼摸了出来 是他们吗 许潇压低嗓子 用气声问 应该是 看身形全是壮汉 应该就是那帮人 三个人里面 即将的势力最好 他非常笃定 一行人偷偷摸摸 然而却并没有过来 别墅的方向 而是去了西南角的 德会楼那边 德会楼 是上辈子我所知道的 校园里丧失最多 最危险的地方 对 我就是故意的 故意引他们去德会楼 那张草图 也是我专门留下来的 最开始是为了防着周燕 想着 万一他真的发现 我们有个安全点 那与其让他四处乱说 乱猜 倒不如给他放一个 目标明确的烟幕弹 只是没想到 这个局最终却用到了 这帮人渣身上 夜色下 我们盯着那帮人 摸黑进了楼里 没过多久 就听见楼里面传来了惨叫 黑夜里的德会楼内部 传来隆隆的脚步声 像是有一群动物在狂奔 野兽般的嘶吼不断 响彻整个夜空 最后 我看见一个人影 从德会楼门口 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手上还淋了一把斧子 上面全是血迹 激将看了两眼 就说那人脖子上被咬了 肯定是活不成了 许潇从牙缝里 蹦出来一个字 该 顺手解决了这帮人渣 东方慢慢地露出鱼堵白 吵闹了一整个晚上的校园 又重新归于平静 第二十二天 突然迎来大降温 好在我和许潇带的 有厚衣服 多穿几层 也不会冷得难受 我们还挑了几件 马大的支援鸡匠 鸡匠也不在意 随便的就串了 好家伙 这下更像姐妹了 末世三朵花 气温骤降 为了让自己暖和一点 于是我们 做了末日里的第一顿火锅 老实说 要是搁上被子 打死我也想不到 在末世里 我还能吃上火锅 许潇调了海鲜酱的汁子 美美地炫了好几片鱿鱼卷 我端着麻将碗 靠在窗边暗中观察 好像在温度下降以后 楼下的丧失行动 也便迟缓了 经常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是饿的还是动的 这段时间 倒是有几拨人 冲到我们小区来 看到地上成堆的纸箱 他们大概以为 这里是快递点什么的 想过来搜寻物资 但很不幸的 外面一排大多数 是工业配件的仓库 这些人找了一圈 只找到成堆的机械零件 也就拍拍屁股撤退了 网上也没什么新消息 有人说 在隔壁是建立一个安全基地 到时候会把大家转移过去 但建成需要多久 没人知道 这两天倒是来了几架飞机 对校内空投了物资 但经过我的观察 好多物资都在原地 根本没人动过 初步估计 校园里的活人已经很少了 所以连物资也没人来捡 我还是决定等 吃完了火锅 即将让我过去看视频 我过去一看 这不是当时校友群里 发的那个 不心接打架的视频吗 对 就是那个 即将把画面暂停 之前我们讨论过 想要终止病毒传播 必须先弄清楚它的来源 而这段视频 就是现在已知的 最早的一个病毒发作的片段 我之前隐隐地有预感 因为大规模的视察 就是从学校内部爆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 病毒在校内大面积 传播的可能性很大 但它到底来源是哪呢 视频里这两个人也不认识 看年纪不太像是学生 我叹了口气 可能我们还是漏掉了一些东西 即将手指一拖 把画面一向旁边的围观群众 然后指了指 混在人群里的一个红衣服女生 这时候我才看见 这个红衣女生表情呆滞 瞳孔泛白 脸色也隐隐地透着青灰 这分明是变异的先兆 这个女生怎么了 即将挑了一下没 她是我们系的学姐 我知道最近系里有一个项目 是专门研究人体特异性细胞的 你说 这件事会不会跟他们的研究有关系 我想了一下 还真有这个可能 生物技术系是我们学校的热门专业 这几年攻破课题无数 如果是他们的研究出了问题 导致病毒变异泄漏 那这一切也就说得通了 一般项目研究 都是在学校的实验楼 想到这里 我立刻拿起望远镜 开始对实验楼那边进行重点观测 找到了病毒可能的来源 是一个好消息 但同时我们也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隔天许霄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开始高烧发热 找了要给她喂下去 病情也只是稍微的缓解 我突然有点害怕 怀疑这可能是那些尸体腐烂过后 空气里的细菌含量飙高所导致的 就怕是瘟疫 失潮爆发的第26天 我的心情开始越来越烦躁 许霄稍得的昏昏沉沉 我有点怕她坚持不住 即将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 努力的想帮我稳住 她说如果再过两天许霄还是这样 就开车带我们去隔壁式的安全基地 那里应该有医生 这样很危险 我们很可能会死在路上 上辈子的我死在宿舍 这辈子的我狗在别墅 一下子上要演末日公路片 我还真没有心理准备 不过即将倒是不怎么害怕 这正是我觉得她可靠的地方 在她心里 什么危险都没有朋友的命重要 有了她兜底 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这几天我都在掰着指头算日子 是的 扭转目前这糟糕的局面 但那时候的我已经是冰死状态 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这辈子我才决定 一定要苟在这里不放弃 晚上11点50分 我还站在窗口 望着远处被黑暗笼罩的校园 很快的 再过10分钟 就是末世的第27天 我上一世的死亡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在指针跨过零点的最后一秒 我的手机突然低个响了一声 你好 志强 我是徐远征 你在哪里 还在校内吗 现在是否安全 我激动的一下跳了起来 终于来了 唐哥徐远征 服役于A军区第三特种部队 也是对我们这片区域 进行救援的主力部队 我二话不说 直接将这段时间收集的资料 和校园内部地图 全部给他发了过去 并且将我们对于病毒来源的推测 也告诉了他 过了一会儿 又发过来一条短信 资料已全部收到 救援部队将会于今日凌晨 对校内的丧尸进行清剿 以及根据卫星观测 校内今晚很可能发生失潮暴动 请注意自身安全 明白 我喜记而泣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响动 即将走了过来 递给我一杯热水 你怎么醒了 你哭的动静太大了 即将叹口气 哀愁地说 吓得我 还以为许潇同志 坚持不住离我们而去了 去你妹的 老娘好着呢 许潇颤颤巍巍地扶着墙 出现在我们身后 轰轰轰 咣当 是中午倒地的声音 又像是一群野兽 在峡谷里狂奔 什么声音 是湿潮 我急忙向外看去 远处黑压压一片 她的嘱吼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仿佛马上就要归西 我直接把手里的保温杯塞了过去 让她先润润嗓子 最先遭殃的是 小区的护栏 一波一波的丧尸 不停地往前冲 没几下铸铁的护栏 就轰然倒塌 尸潮越过护栏 直接撞上我们外面那栋楼 煞时间地动山摇 楼体内的钢筋 扭曲得嘎吱作响 墙体爆裂出三指宽的裂缝 灰尘漫天 我站在顶层的窗口 脑海里狂闪走马灯 想自己此刻到底是该飞天 还是顿地 这样不上不下地卡在中间 可真是难受 咱们现在冲下去开车逃跑 还来得急步 我实在是紧张地要命 下意识地捏住了左右两边人的手 季江倒是出奇地镇定 还在那给我分析 头头是道的 开车逃跑别想了 房子塌了 好歹收尸的时候你还能试快 要是在车里被丧尸给踏平了 到时候收尸 估计得用产 我顿时就觉得 季江这人哪儿哪儿都好 除了这张嘴啊 真想一把捏死他得了 你们有没有听见其他声音 许潇喝了半杯热水 嗓子恢复了一些正常多了 季江和我掀起耳朵 凝神细听 哒哒哒哒 好像是枪声 救援部队来了 厚重的窗帘被彻底地揭开 我们静静地看着窗外 一轮明月高悬头顶 夜幕之下有火光在涌动 热烈的火光驱散了云暗的尸海 来的不再是令人绝望的市场 而是满载希望的国家战士 末世的第27天 守望相助的人们 终于迎来了希望之光 全轮完